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示範一下 剛剛出貨單的這個很棒的效果 我點下去這裡資料帶出來 對不對 這個功能你要很清楚 這功能在哪裡呢 我點上面這個功能去顯示 顯示索引標籤跟命令 接下來這個功能是在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那各位開起來的時候就會看到囉 好 這一格 這一格是使用清單 那資料去哪裡抓的 你看一下它是等於一個小小的變數 Customer number 待會再說 總之點下去可以有東西選起來 在Excel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叫做清單 一個叫下拉式選單 下拉式選單我們上次才剛講完 來 那所以我們回到我們的原始設計檔案 把這個檔案關閉一下 關閉開起來 好 到這裡來 點在這一格 所以呢 資料裡面的 驗證裡面的這邊改成清單 清單就是一份名單 來源呢 點這裡 這時候你就點到客戶資料 從A2 就是A2001這一個選到哪裡 A2013 那點這裡呢 點這一個就回去 點這個鍵的回去 就回到這裡來 喔 帶進來了 所以呢 它會去抓 客戶資料工作表的 有看那個驚探號 有看那個驚探號 要認得喔 A2到A14是絕對位置 因為加錢幣符號 按確定 所以就完成了 這樣就可以加了 喔 那點完以後呢 當我點到它的時候 要把資料帶出來 如果選到A2001的時候 對不對 A20要把什麼東西帶出來 來 聖偉科技 那找到客戶標 請問A20在這裡有沒有 有的話 把資料同一列 對應的資料帶出來 這事情誰做 Vlookup 來 我就直接打喔 那直接打 我們就打在這裡 打到出貨單開始了 來 請問客戶名稱 客戶名稱 我打在這裡喔 客戶名稱從這裡加 那對Vlookup比較熟喔 Vlookup什麼意思 請問在這裡 Vlookup只能找最左邊 找到以後呢 把對應的 對應在這個資料裡面 找最左邊 有沒有A2001 找到以後呢 把他的欄位帶出來 這是ABC 就是1234567 7個欄位 要把客戶名稱帶出來 是在第二個欄位 這是Vlookup的原點 Vlookup就不再贅述 來 直接做囉 等於Vlookup 找誰 找這一個 在哪裡找呢 逗號 在哪裡找 在客戶資料呢 這樣選也可以 我接你從這裡開始選 A2到這裡 OK嗎 找到以後呢 回不去囉 其實在工作列 資料編輯在這邊直接打 點在這裡 那你應該知道 把第幾個送出去 客戶資料是第幾列 第幾欄 第二欄 二 那逗號要完全一樣 老師我剛打Vlookup有一點陌生 你陌生我也覺得合理 所以下次要看到這個東西 再去把它查一查就好了 unenter 就送過來了 那接下來呢 你要注意喔 注意喔 這公司可不可以複製 老師我這邊還有幾個 總共有七個嘛 對不對 找到這個以後 把六個欄位送出來 怎樣 他打六個呢 當然如果打六次可不可以 感覺有點low 不是不行當然可以 老師應該可以複製公式吧 那複製公式就要想到什麼呢 好 這一格的公式 這一格去抓誰 去參考這個 如果你把公式複製到 聯絡住地址的時候呢 他就會去找這一格喔 所以這一格 比對的範圍要被固定 還有呢 我們剛剛客戶資料 這個範圍也要被固定 你在isail 只要複製公式 就要想到相對位置 跟絕對位置 對不對 按兩下這裡 再上看上面這裡好了 好 這一格 永遠大家都找G3 固定都找這一格 不管是 聯絡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這每一個欄位 通通是找這一格 所以這個要固定 而且呢 客戶資料 比對範圍也是A2到G14 也得固定 唯一的不一樣就哪裡呢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只有這個 只有這一個是不一樣 好 所以要複製之前呢 點在這裡按F4 絕對位置 A2按F4 G14按F4 這時候下來就簡單了 Ctrl-C Ctrl-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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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師都一樣 當然一樣啊 因為現在複製貼上 都把第幾欄送到第二欄 查一下 聯絡地址跟聯絡人 我們回到這 聯絡地址是在第四欄 聯絡人是在第五欄 4跟5 OK嗎 回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按兩下把這裡改成 不是這個 聯絡地址 按兩下 修改內容 改成4 那這裡呢 改成 聯絡人是第七欄 接下來 電話跟傳真 再切換到客戶 再來看 電話是這裡 5 傳真是6 E是5 F是6 第五欄第六欄 來 那在這裡呢 按兩下把這裡2改成5 第五欄 電話呢 按兩下改成6 那還有一個同意編號 同意編號 再切換到客戶資料來 同意編號在ABCC43 所以在這裡呢 改成3 好 那麼就做完了 所以我們完成了這個 當我點下去 切換到A2002的時候呢 資料就帶著 陳大科技陳少王 如果選到A2003 就把這流程君 龍騰科技帶出來 好 再對一下 A2003 流程君 龍騰科技 我們再切換到 客戶資料檢查一下 A2003 龍騰科技 流程君 好 那我們剛剛完成了 這個下拉式選單 在專業術語教的清單 這叫清單 還有呢 使用Vlookup 把它 對應編號的內容 帶出來